其实我自己觉得也蛮大的 所以才提出来跟大家分享 那这个肯清会呢 就是我们这个陆军官校 这个三军九校的陆武生的人员呢 训练到这一周呢 就可以开始实施这个肯清会 那在肯清会之前呢 陆军官校就释放出相当的多的规定 让这些肯清会的陆武生 或者是家属都可以遵循 遵循他相关的规定 那其中有一个 我就觉得比较奇怪的地方 就是有关外籍人士可以肯清的部分 我觉得陆军官校里面列出来的相关限制 我觉得有一点问题 有一点问题 那按照我们国军肯清会会客实施规定 会客的人员 我前面有两排 前面这个两排都是规定 那你就不要说规定是什么 规定就是依据国防部内部管理规定 内务教责 警卫勤务教犯 好不好 不要一直常常问我 你都一直说规定 到底是怎么规定 我就要跟你讲啊 人事教犯 准则教责 内务规范 跟警卫勤务规定 好不好 那里面就特别针对会客跟肯清做了人员的规范 像第一个他就说会客 我现在念的是规定 会客人员需持有有效证件 身份证驾照健保卡 具有照片及身份证字号之证件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外籍人士会客 应奉指挥部参谋长以上长官核准 陆籍人士一律不得露营 这是规定 这是我们国军的本军会客的规定 第一个 你必须要有证件 而且这个证件要有照片 而且上面要有身份证字号 不过这个 其实我还是要跟 这个国防部建议 最好就只有身份证可以 驾照那个些都不行 为什么 因为他有没有身份证 你第一个就可以判别 他是不是本国籍人士 那第二个 如果你拿驾照健保卡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本国籍人士 对不对 你说今天我是一个 不管是印尼籍的配偶 那我没有健保卡吗 我有健保卡 那请问 他是我们本国籍人士 不是啊 印尼籍也要 几年后才有本国籍的身份吧 是不是 这一定要身份证 一定要身份证 第二个是 外籍的人士 要入营来实施会客或肯清的时候 应该要 奉参谋长以上长官核准才可以 然后呢 入籍人士 一律不得入营哦 一律不得入营哦 这是我们的本清会 本清会的会客的相关的规范规定 那我们看一下 入军官校 他怎么写的 第二点 外籍配偶 陆籍配偶 获得中华民国身份证之前 应有本国国籍配偶 陪同入营 并出示配偶的身份证 及个人居留前等合法证件 接受检查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入军官校 当然啦 我还是首先 还是要说明一下 我对于陆籍配偶 我没有太大的意见 只要一切按照国军的规范 我不想找陆籍配偶的麻烦 因为我以前的长官 他老婆就是陆籍配偶 他只是要列入正风专让 那没关系 没有人说我们国军人员 不能娶中国籍的人员 没有这个规定 你也可以娶菲律宾籍 你也可以娶印尼籍 都可以 他们就是外国人 他们都是外国人 所以都可以的 我首先我怕有些人扭曲了 你这怪物对大陆籍的配偶 你都怎么样怎么样 有意见 没有 我一切的说明 全部都是按照国军的准则 来跟大家做说明 我刚才上面讲了 陆籍人士一律不得入营 那是规定 对不对 那为什么 我都不懂陆军官校 为什么说 如果你是陆籍的配偶 你可以有本国籍的配偶 陪同入营 我不知道你这一条规范 是从哪里做依据 而得来你们 很轻会的相关规定 我没有办法了解 你是从哪里得来 我们 国军的内部管理规定 国军的内务规则 国军的警卫勤务规范 就已经跟你讲 只要是陆籍的人员 不管是配偶或陆籍的人员 都要没有办法让他们入营 你今天让他们入营了 你说今天我开一个门 叫做陆籍人员 可以由本国籍人员陪同入营 那我问你 你确定他不会发生什么事吗 你确定这个人 带这个人生了一个小孩 他没有被中国控制吗 你确定 你国防部 你陆军官校 你敢拍胸服保证吗 那今天如果这个陆籍人员 进入营区之后 收集了相关的情报资料 你要负责吗 那你为什么要违反 国军的会客肯勤会的规定 让这个陆籍的配偶 可以入营 为什么 你陆军官校 可以出来说明一下吗 我不知道 你的依据在哪里 我们所有东西都有依据 那我问你 你的依据在哪里 你为什么 自己定了一个规定说 可以让陆籍的配偶进来 有本国籍配偶陪同 那陪同之后 我问你 今天我突然跟我老公说 我去上个洗手间 他老公会不会说 好你去 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你能掌握吗 可是如果你今天在大门 就不让他进来 这种事会不会发生 所以我说 你如果真的利用 明天肯清晖的机会 刚好发生这种事 你陆军官校要不要负责 因为你把规定修订了 我们按照国军的规定 是陆籍人士一律不得露营 一律不得露营 你说外籍人士 可由对本部造册 由参谋长批示 那可以 你是什么 这个美国籍 你是日本籍 你是韩国籍 都没有问题 对不对 我们要按照我们规范 只要是外籍人士 就由参谋长官以上核定 所以陆军官校应该在今天 或者是昨天就已经把相关的问题 发放给所有的入伍生 就是如果你的妈妈 你的爸爸是外国籍人士 明天要来会课了 把所有的基本资料给我们 我们造册完毕之后 给学子部的参谋长批示 这些人就可以进来了 但是陆籍人员不得露营 这是国防部的规范 这是我们内部教责 是我们内部管理规定 这是我们警卫情务规定 里面所规范的 所以我不知道你陆军官校 在写出你自己的 这个肯定会的QA的时候 你说陆籍人员 可以有配偶陪同录一 你的依据在哪里 我不知道你的依据 我们有很大的母法 让你去遵循了 结果你写出你自己 不合母法的规定 我不知道你的依据在哪里 所以我对于这个 因为我自己曾经 有一次 还好没有出事 我的大门不小心 放了一个陆籍配偶进来 所以这件事 我永远记在脑海里 我被干扰得很惨 我被干扰得很惨 因为这个配偶 他就是拿什么 健保卡 我的阿兵哥傻傻的 他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以前跟他教育 就是真的 就是例如 有我们的规定上面写的 就是你的证件上面 有你的照片 有身份证字号 有名字就可以了 所以他那时候拿健保卡 其实按照我们 国军的会客肯心规定 是可以的 我们大门做人员管制的时候 是可以 可是那时候 没有想到 陆籍配偶 他也有健保卡 就卡在这里 结果就放了一个人进来 那一天也是肯心 然后呢 我们那时候 自己的警觉心也不够了 不知道说 已经有陆籍的配偶 他已经小孩可以当兵了 他小孩是义务义的 那一天刚好肯亲 那肯亲 我那时候 接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是谁来讲 是保房官来讲的 保房官发现的 保房官跑了 我那时候还在介绍银色 我还记得 我那时候还在操场介绍 我们的银色 哪一栋是干嘛 哪一栋是干嘛的 保房官会突然跟我讲 然后呢 就说 谁谁谁那个人他是陆籍人士 我赶快叫个上司 我还记得那个上司姓廖 我还叫说赶快赶快 把他带去大门的会客室 不要 我也没有说赶他走 我就说跟他解释一下 跟那个什么妈妈解释 先把他带到会客室 我继继续解释我的 我继续完成我的工作 所以我对于这个陆籍人士 这一个我是非常有印象 因为我遭受过切身之痛 虽然没有乘除我 因为就有点bug 他里面就是有bug 因为你的规定 就写健保卡也可以 所以我为什么要提醒大家说 身份证 一定要用身份证 不要相信健保卡 因为健保卡 如果你有长期拘留权 你也有健保卡 甚至你有长期拘留权 你也可以去考驾照 对不对 但是驾照上面会说 你是大陆籍人士吗 不会啊 所以今天陆军官校 把这个肯清晦的QA 拨出来之后 我对于这一点 我觉得我非常觉得 有一点质疑 我的质疑的点 我不是讨厌这些陆籍的人员 进入营区 我是觉得进入营区之后 会有风险 那既然我们的 内务较折 既然我们的 内部管理规定 既然我们的警卫请务规范 如果是规范 陆籍人员不得入营 你陆军官校 为什么要打破这个规定 我不懂 希望陆军官校 可以给我一个说明 可以给我一个说明 如果今天真的发生了什么事 你陆军官校你要单 你校长 不要再说校长了 你学职部指挥官 你要单起来 因为规定就是陆籍人员不得入营 你既然要开这个门 那你如果发生什么事 你要跳出来负责 我还是觉得 一切按照规范就没有问题了 以上是这个 陆军官校 校肯定会QA的说明 我还是再强调一次 我不是讨厌陆籍的配偶 我这个人大家要知道 我教育我的小孩都说 所有的人种 不管什么颜色的肤色的人员 都是公平的 因为他们就是人 所以我不会对陆籍的配偶 有什么偏见 我只是一切都按照规定 规定说不可以 我的就是死脑袋嘛 规定说不行你就是不行啊 那你今天要开这个后门 或者是你要增加这个令班的做法 你要陈和长官同意 不过也不能陈和长官同意 因为这个就是规定 你不能有个根本大法在那边 然后呢你自己再弄一个规定 那要根本大法干嘛 那就你自己下班规定就好了 所以其实是不行的 希望陆军官校能给我一个说明 为什么你会有这一条 这个第二条嘛 第二条这个相关的规定出来 我不懂 希望陈军官校可以给我解释一下 这个是这一点 要跟大家做分享的 假结婚太多了 也有可能 陈军官校不能违反民主价值 是不是 不是啊 这个陈籍人士 因为中国大陆 还是我们的敌人嘛 对不对 他不是假小敌 他就是我们的敌人 那我们跟敌对国之间 难免还是有一些相关的规范 那那个既然我们的内部教责 既然我们的内部管理规定 既然我们的警卫勤务教贩 都有这样规范的话 表示真的不行 一定有他的风险 我还是觉得按照规定比较好 你至少出事也不关你的事 但是你今天不按照规定 你要另班你的做法 出事了 你要负责 对 你要负责 还是照规定好了 每个人都可以照规定 为什么你陈军官校不可以照规定 难道陆军司令部 他也放陆军配偶进去吗 我相信不可能 那你陈军官校为什么可以 这很奇怪吗 就是你陈军官校没有按照规定 这个是这一点要跟大家做说明的 喝口水啊